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都没有带火的品牌 到期后却依旧陪伴 粉丝感谢过往支持 作为档下代言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王一博这次也迎来了代言到期的时刻 在去年官宣的多个代言中 很多的代言都是短期合作 签约了一年的时间 这次到期的代言有卡西欧系列手表具 上、奥克斯空调、交通银行信用卡、魔爪 大家一看到这么多的代言到期后 着实有点震惊 曾经高达四十几个 如今看下来 已经到期的代言就快十个了 都在想这是品牌割韭菜 还是短期请代言就是为了品牌效应呢 纵观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很多企业的现状并非可观 请代言人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 跟拉动与年轻人的沟通渠道 既然目的达到了 也就好聚好散了 其中 在最近合约到期的这几个代言中 很大一部分已经受益匪浅 交通银行信用卡可是好多人办理了 这个是长期使用的 可谓是最受益的一个 再一个就是魔爪的合作 这个合作要追溯到好些年前 起码在王一博爆火的十九年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的身影 这个合约的到期 可谓是彼此成就 还记得王一博生日 偶像的罗西的亲笔签名的头盔 让王一博开心到飞起的节奏 说起来 王一博的摩托车手之旅 并非如同他的演艺生涯 这般备受关注 但是他对此的热忱 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亮点跟光环 再说一下奥克斯空调吧 说实话 王一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大火过 毕竟属于本土老牌子 在宣传跟推广上 依赖王一博的效应 相比较而言 还是需要依赖高品质的硬件实力 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出圈 这个定位跟王一博的匹配度 并不是很高 所以到期后不预约 彼此也算一路走来了 粉丝对此也表示 未来会依旧支持跟感谢 最后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这个代言 说实话 王一博真没有带火 真是有点一难评 没办法 卡西欧系列下 运动类手表 真的是有点惋惜了 这个品牌的调性跟王一博很契合 如果没有这两年的疫情 恐怕这款手表很给力 但是不得不说 毕竟王一博是一个年轻人 在众多粉丝中 这款手表的定价也有点尴尬 更重要的是后续创新跟研发 都走得慢了一点 王一博戴手表的几率很高 但是却很少在重要场合出现 G Shock的身影 太惋惜了 其实在去年街舞中 我们就看到过 王一博送了定制版的手表给队友 正常而言 应该会有一个好的宣传效果才可以 可以人家宣发团队 貌似并没有对此进行营销宣传 这才真的有点可惜了 王一博的热度足够可以带火 却没想到后续宣传跟不上节奏 错失良机 好了 说到底 旧的不惧新的不来 王一博的全新代言后续 还会持续性上线 敬请期待 到期的代言 还会依旧陪伴与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